评论员黄伟汉 他说第一次蓝白河会前会开完会之后 他说科办有位非常可以代表柯文哲的人 打电话给金普聪询问会议相关事宜 没有想到金普聪却回应 你不要直接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怎么会打电话给我呢 训斥完之后挂掉电话 那让对方非常的错愕 可是侯办发言人李立真说 当天科办发言人陈志涵打电话给金指使行长 因为对方不认识 指使行长非常诧异 当下简短表明如果有事情需要联络 应该打给双方阵营 已经建立的联系窗口 而不是直接打电话给他 执行长的私人电话号码 只有在双方会谈前几天 由侯办副执行长谢正达 传给科办总干事黄珊珊 两个人也只有在当天通过一次电话 陈志涵打过电话之后 金普聪才收到黄珊珊发的简讯 告知会请陈志涵与他联系 说这是有心人士刻意带风向 企图营造侯正营 还有金执行长姿态强硬高傲 为了避免大众遭到有心人士误导 认为侯办对于民众党的态度 非常不友善 更为了避免以讹传额 所以特别还原事实 以正是听 这是侯办的说法 就针对这件事情 就陈志涵被金普通挂电话 我想如果看到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是民众党支持者 应该也不高兴吧 但柯文哲说 小事情没什么 所以回过头来 我请教董哥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 这种枝枝结结太容易了 你说外面要见缝插针很容易 但如果说你真的要蓝白和 这种东西 大家都少说两句吧 两边的支持者也是 那为什么要讲出来 给大家见缝插针呢 给他缝呢 因为这个事情很明显 是陈志涵讲出来的 金普通绝对不会讲说 陈志涵打电话给我 把他电话挂 绝对不会嘛 一定是陈志涵觉得 我受了尾期嘛 我老实讲一定这样 那如果金普通接了一个电话 这个人自称陈志涵 结果他是苹果日报的记者 你昨天跟柯文哲怎么样 哇 金普通马上辩解 哇 全部录音下来 明天苹果日报头条 当然现在没有苹果日报的资本 现在苹果日报也没有了 我是假装这样 因为苹果日报比较 比较有特殊的采访技巧 或怎么样 因为我不认识你嘛 你自称是谁 特殊的采访技巧 一五一十就告诉你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也是 因为现在大家在谈 很多东西其实不一见光的啦 因为有些东西要折冲嘛 所以才要拿到会场上 而不是一直在放话 那从柯文哲出国前 民众党其实很多情况都在放话 包括柯文哲自己 包括柯文哲自己 一直在放话 那我觉得现在的氛围比较好 是说柯文哲也体认了 就是说光靠他一个是没办法 譬如说我们现在大概剩八十天要选举 那各位知道民众党现在提名多少席域委 到目前为止 柯文哲每天说我每个区域都提名 看你国民党怎么选 我告诉你 民众党到现在为止提名的 立委席次有十一席 包括金门 马祖跟原住民 这三席其实不用选都知道结果 金门 马祖还有原住民 所以他实际上 他只有八个区域在选立委 这八个区域立委 其实也很难选啦 平良心讲 那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 你如果客户车你有那么多理想要实现的话 你有很多政策要实现的话 你不跟国民党合作你是完全没有机会 因为你也选 国民党也选 侯友宜也选 你不可能上 侯友宜也很难上 大概也就是这个结果 那你的立委会怎么样 你的立委只有不分区嘛 不分区八席到十席 这也是大家熟知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八席到十席的 立委在台湾的政坛是第三大党 可是这第三是其实是很小的 作用也不大嘛 那你要 你心里很多理想要兑现 这些东西都做不到 简单讲 不管内阁制 不管你 觉得我的那个老人政策 我的社会政策要怎么做 统统做不到 这就是一个事实嘛 那就国民党现在的情况 我觉得他 他碰到就是说 如果没有克文哲 他也很难险上 这也是一个情况 就是说因为两个就分离了嘛 可是 你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国民党主席 我不讲朱立伦或任何正常的国民党主席 我如果总统选不上 我至少立委要成为第一大党 最好够办 这样我才能在立法院有影响力 我如果够办 连总统都要听我的 对不对 你所有的预算 你所有法案到这里 我不给你够你就够不了 这简单的宪政原理嘛 所以国民党 一定是两方面在冲 可是这两方面在冲的时候 他又是绑在一块的 国民党如果没有 总统的正候选人的话 立委一定没办法过班 甚至都没办法成为第一大党 因为没有人去拉台 这个也是一个简单常识 我觉得柯文哲自己也懂 所以他现在比较松口就说 如果我们合起来的话 当然最主要还是南京嘛 最主要还是国民党主力嘛 这是他讲的 所以现在是一个这样的氛围 这样的氛围就 大家就比较少讲话了 为什么 因为很多案子你就要拿来 现在如果就政策或立委 这些东西都好谈 就是卡就是卡在谁振谁户 这个事实上 那你要怎么去产生 这产生一定要有个让 把游戏规则定出来 然后输了人 你要再翻盘的话 社会上对你就比较不谅解 比如说你输了又不认账 那当然 因为很多人是输了不认账嘛 大家可以看这种情况 所以 你有一套机制出来以后 那 产生了一个人 他是正的 那这样下去 才真的在嫌疾里面才有办法 去下架民政党的路上 才能够顺利的去进行嘛 那今天你看到了 就是说 就目前的一个态势来讲的话 所有 不管在野所有这三个人 其实主导的是柯文哲 柯文哲如果心里想和 就讲好听的话 大家就觉得有希望 他如果不想和 就东骂西骂 就不好听的一个机会 但他看来是想和的啊 他目前看起来是想和 那前一阵子不是啊 前这一阵子方话 我让你选你也选不上啊 怎么样就类似这样 所以其实他的关键 主导的人是柯文哲 因为最主要在他的态度嘛 那柯文哲态度啊 就是说 民进党也早早看出来 所以民进党这 很大的力量是放在攻击柯文哲 包括今天譬如说 譬如说他们民众党的人去质疑蒋万安 你为什么要讲教育基金 或怎么样 教育基金是不是哪去还债 今天上午一个这样的新闻 就是那蒋万安回答了也都变得 非常小心非常紧 因为他变成说如果你答不好 变成蒋万安在打柯文哲 后任打前任 那这样对和的气氛也不好 他其实有这样的优维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柯文哲讲失言 其实在台湾不是新闻 对啊 柯文哲几乎你要说 这个礼拜柯文哲没有失言 那才是新闻 这个礼拜 我们用礼拜来做一个调整 柯文哲2014年跟民进党合作的时候 当选台北市长 柯文哲每天都在失言 因为他那时候太得意了 每天所有的那个麦克风什么 他说那个烤肉架都每天追着我 那我讲错了 大家也很开心 因为媒体都看嘛 那看 大家笑一笑 比如说他都脏话都黑道啊 这大家都记得吧 对不对 他都被骂过了 人家英国的代表送他一个那个 他就好像破铜烂铁 是不是 所以他国内国外都是这样 可是那时候的民进党 跟他支持者是较好的 我们是觉得不妥 我们出来批评 还被他们修理 是不是 那民进党现在是怎么样 突然想改邪归正啊 对不对 表示什么 表示你民进党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党 你们今天有脸批评柯文哲 那当初你们是喝彩的啊 你们认为这个很好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认为好 因为那时候的柯文哲有选票 老实讲 民进党那时候在八的 全国最火红的柯文哲 2014到2017至少这三年 柯文哲是全台湾最火红的 所以所以你民进党就是看到有选票你就扑过去嘛 柯文哲年轻人喜欢阿伯嘛 你们民进党就他讲什么你们就附和他什么 那柯文哲的态度跟他的 诗言从头到尾没有变啦 从过去到现在他就一直是这个德性 我真的讲他就是这个德性 那他自己觉得好玩 年轻人觉得也不错就陪着他笑 结果说这阿伯这么高兴 这么醋味的就这样啊 那这个当然我们知道是诗言没有错啊 那诗言会不会真的在选票上扣分 未必 在台湾未必 年轻人觉得爱啊 说这有什么不对啊 这真好的啊 你知道吗 我们诗言不一定会扣分 赖清德和佛友谊不一定了解这个 柯文哲非常了解 我诗言我未必扣分哦 对不对 那我的诗言大家认为我直白啊 觉得我好玩嘛 这么欺貌的 这么醋味的嘛 对不对 他实际上在选票上造成的结果就是这样 那选票就是一切 他的想法就是这样 所以我不在乎你们怎么样 你们越去讲我的话 讨论度越高的话 其实我的选票可能越多 不会越少 所以你讲去攻击柯文哲 他其实是有用意的 这用意就是让柯的声量高 越高过佛友谊 柯声量越高过佛友谊的话 民调越高过佛友谊的话 蓝白河越困难我告诉你 柯会觉得说我都比你高啊 为什么我是负 那如果柯坚持要证 那国民党又有我刚刚讲那个因素 这个因素就是国民党没有证的话 他立委就会输 就会死得很难看 就没办法够办 可能50席都不到 所以国民党一个正常主席 他一定要考虑到 我即使最后总统我们阵营会输 我立委一定要赢 他一定会正常这样考量 那民进党就要去拉抬柯文哲 要拉抬柯文哲很简单 你只要每天攻击他打击他 对不对 那打击他的时候 民进党越骂柯文哲 柯文哲其实声势越好 不会越坏了 那在这种的方式 奇特的操作方式之下 民进党乐于 全力去打柯文哲 那柯文哲在媒体讨论度越高的话 他在民调至少 越来越接近30%的民调 他是有利的 这是一个目前的情况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汉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 叶黄素Beta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